你怎么会有什么事 导演 你好 我叫唐灿 今年二十六岁 身高一米六八 体重四十八公斤 从小就拍摄过各种广告和电视剧 能够驾驭各种角色 今天饰演的角色叫李天娜 现在开始 我 李尖尖买了凉皮 蔡 你不是说想要放弃当演员吗 你跟我们说 因为找你的全都是什么 跟组的群众演员 所以你想放弃 你怎么想的呀 你跟我们说说呗 说说呗 对呀 说说呗 我们都商量着来 都支持你 对 我一直在参加各种事件 都没成功 这事干嘛瞒我们呀 我们又不是不支持你 我知道你们支持我 你们一直一直都很支持我 对呀 从高中的时候起啊 我就是最挺你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对呀 从高中开始 我就开始事情失败了 爱过何朗然 二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青菜同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党 和你团结 对呀 进来吧 今天看书了不看去门了 什么都没定呢 她妈就过来跟老师请假 搞得校长都知道了 还来班上看她 都是吹牛 周大导演 拍谁谁红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就能演女一号呀 一开始就不该信 你说她都骗人了 咱妈男生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长得漂亮呗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就是童谭同学何必呢 皮皮老师抓吃零食的啦 快跑啊 别管别人怎么说 他们那么说你 还不是因为嫉妒你 他们哪儿懂啊 像这么好的资源 大家都在争 就算不上也很正常啊 对不对 这现在的人哪 就是这样 当你好的时候呢 都围着你 不好的时候呢 就笑话你 说些风凉话 很正常 不要放在心上啊 宝贝 这再说了 咱们去北京培训 也不是毫无收获呀 对吧 这试金子 到哪儿都能发光 昨天就有个 北京经纪公司的人 给我打电话 说在培训工作室 看到你了 说你非常优秀 想签约你呢 北京的经纪公司吗 对呀 一个姓王的经纪人 那你们谈得怎么样 这个我们就大致聊了聊 也没有聊太多 反正我觉得那种经纪公司 对咱们帮助不大 做经纪人 妈给你当经纪人呀 又不是接不倒戏 对吧 你可不知道 他们可黑着呢 要拿走一大部分钱呢 说你是新人 前期要三期开 到后面才五五 妈呀 咱这一部戏 才能挣几万块钱 给了他们 想啥好事呢 不是 妈 人家经纪公司 是有包装和宣传在的 什么包装宣传 那都是骗人的 要宣传 妈给你宣传呀 你看现在咱们的宣传效果 经纪朋友谁不知道你啊 还有上次那个记者打电话 给你登报 那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你呀就是想什么都不懂 不跟你说那么多了 赶紧吃饭啊 吃饭 来 你不是爱吃牛肉吗 吃点牛肉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 肯定是你在培训课上 表现不太好 不太积极 你表演也不出彩 不夸张呀 你要把你的情绪啊 全部表达出来 夸张表达出来 对吧 你不表达谁能知道呢 好了好了 不提了不提不提了 都是妈的错嘛 喝点汤喝点汤 不说了不说了 吃饭吃饭啊 末日江光藏在夜里 看星星不眠拆解阴影 被月亮沿着风隐天际 夜空就美丽又失明 没人跟你玩了吧 你别生气 他就那样都你玩呢 今天李大爷请吃火锅 去不去 那家火锅可真是太好吃了 吃了他倒 省钱的 我去 我干吗不去啊 他还吃我巧克力的呢 我吃穷他 走 走 走走 走走 再见 你就怎么笑啊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 你们接受了我 支持我 我真的非常感动 但是后来 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 你知道每次我试进失败 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 我是什么心情吗 那种安慰的眼神 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 我觉得无地自容 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 你就开心了 一个成功者 就算是被吐了口水 那都是嫉妒的赞美 一个失败者 面对鼓励的掌声 那都是闪了耳过 你们越鼓励我 我就越觉得 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你别这么说 你从小开始演戏的 小时了了大为毕家 这不是你妈说的吗 你妈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呀 每次来都说我是无业游民 明知道我对那个酱过敏 还总带过来 你没跟你妈说 你外婆给你做的酱 你都送给同事了 你要真觉得自己不行 那你干嘛还要去试镜 你这个人很矛盾啊 一边说自己不行 一边还要去尝试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 我怕丢脸怎么了 人家不是不让你去啊 是你自己嫌角色小 你自己不肯去的呀 你跟群演有什么区别啊 我妈更嫌我丢脸了 这有什么丢脸的 如果一个戏只有主角的话 那还能看吗 你知道什么呀 你现在发展那么好 月亮也在做他喜欢的 记者工作 我呢 我在干什么 面试四处碰壁 开淘宝店正的家 你还不跟我造的 我吃的临时都是你给我买的 一事我成的人又不是你 唐灿 你心里不平衡我理解 但是唐灿 我们是你的好朋友 不是你的出气筒 更不是你的敌人 你现在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监洁 我不想跟他说话了 烦死了 监洁